沒錯 我就是今年的三槓王 開場亂講話 什麼拿了人氣獎章就夠了 喔 OK了 OK了 對 其實每次我們都要糾結 在那一票兩票 藝能界我們誰入圍 誰得獎 我們誰都開心 這真的嗎 叫出來的 對 當中在參差幾句國罵 哈哈哈哈 郭忠憲一票之叉輸給彭恰恰 標國罵自嘲三槓王 綜藝王很大 後面我有三槍入圍 沒有得獎我就無所謂了 上山下海過一也是 青島台灣 恭喜 恭喜 彭恰恰史上是 超級夜總會 恭喜3D電視入圍10項 拿下節目類金鐘三項大獎 超級夜總會更相隔12年 再拿下主持人獎 令主持群感動不已 結果我在超級夜總會裡面 找到一個使命感就是 原來我是來帶給大家歡樂的 其實我看著台下的觀眾也好 看著攝影師也好 看著所有的工作人員 每一個人在那邊 不是只有你流汗 所有的人都在流汗 我剛剛其實哭得很慘 就是我把他忍耐下來 就12年前得獎那一次 真的我沒有跟我媽說謝謝 我媽是當年的所有長輩都反對 我進演藝圈 只有她投我一票 其實在台上聽到 第一句講 蹦恰恰的時候 整個腦袋也是空的 很感謝 這一路上 曾經幫助過我的每一個貴人 做節目做好 本來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可以得獎 是一種鼓勵 真的是太開心了 不過興工業上 卻不見蹦恰恰 因為今早還有工作 只好缺席 像做夢一樣 真的 不過彭恰恰仍然難掩激動情緒 還被拍移到後台 眼淚就止不住 凌晨也在臉書發文突如心聲 幾個月來 許多難堪且無法解釋 無從印證的新聞 除了無奈自責更深 直言獲獎讓他動力升高 跟像在竹門喊話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竹尾債權人好朋友們 請相信我的決心 長天怎麼用啊 長天怎麼用啊 我還沒有想到欸 但是應該會有一部分是捐出去的啦 捐給後面 我也不太想去說我要捐給他 好像他很慘或什麼的 對我相信他這麼努力 現在也很多人願意給他機會 我覺得會越來越好 而競爭激烈的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憲哥露露成汗點的綜藝大熱門 經營一票之差 輸給超級業總會主持群 要怎麼說 我覺得我們的節目 跟他們節目有一點點 這個情感線上面的不一樣 我們只是盡力做好我們的節目啦 因為他也很強啊 對啊 我就看到他其實頭都馬了 喔 OK了 OK了 對其實每次 我們都要糾結在那一票兩票 藝能界我們誰入圍 誰得獎 我們誰都開心 這是真心話 我們那時候忘記得到開心 跳出來的 跟站起來 對 沒有 那是發洩 不是啦 我們真的是開心啦 我有跟他講啦 叫出來比較舒服 點點 喔呀 當中在摻雜幾句國罵 今年反而我們藝能界 感覺很團結 沒有那種互相攻擊或幹嘛 所以OK了 快樂 沒錯 我就是今年的三槓娃 開場亂講話 對啊 什麼拿了人氣獎章就夠了 講真心話 那是上了台 我們要禮貌性的 說恭喜你們得獎這樣 就那個意思 沒想到 我本來只是想對底下 我們的勁敵們 虛以為宜而已 結果我沒想到 你這個嘴巴 那女主持人來講 LuLu算前輩 是不是給那個後輩一分 打個分數 幾百分 幾百分 是 空時真的很難 妳的一百分 發音怪怪的 七八分 喂 一百分